汉灵帝光合四年,诸葛亮出生于狼牙郡的阳都县,他三岁时母亲张氏撒手人寰,八岁又与生父阴阳两格。 幼年失户的他带着弟弟投靠了叔父,可好景不长,十七岁时他的叔父也嫁和西去。 诸葛亮开启了隐居岁月,龙中自此便多了个爱银送梁府银的少年,十人称之为卧龙。 十年后,屡战屡败的刘备在多次拜访后见到了诸葛亮,这一年刘备四十六岁,诸葛亮二十七岁。 这次相遇被后人称之为龙中对策,一场三分天下的大戏缓缓开场。 初出茅庐的诸葛亮就赶上了一场大战,曹操统一北方后,率二十万大军南下京楚,同年刘备败走下口。 诸葛亮亲赴江东联盟东吴,他为孙权分析时局,最终达成了连流抗曹的局面。 当年十一月,孙刘联军大败曹军于赤壁。 接下来,诸葛亮又为刘备平京南收益周。 卧龙出山不过五年,天下一城三分之势,这年的诸葛亮不过三十一岁。 而后的八年时间里,诸葛亮率兵攻克巴东,与刘备会师成都, 在相持两年的汉中之争中,诸葛亮及时增兵,汉中进入刘备之首。 是此,完全实现了诸葛亮在龙中对策时制定的目标。 在诸葛亮进入不惑之年的冬天,吕蒙白衣渡江斩杀了关羽,荆州复归东吴, 诸葛亮的战略遭受了重大挫折。 公元二二一年,刘备登基,同年七月,蜀汉大军伐吴, 夷陵的一场大火,烧散了昭烈皇帝的复仇梦。 诸葛亮在白帝城接受了昭烈帝的托孤,这一年他四十三岁了。 在修整两年后的春天,诸葛亮向南平定所有乱世后着手北伐。 公元二二六年,在写完一份叫做出师表的奏书后, 诸葛亮出师北伐,四年率军进驻汉中,由于五年前一陵之战的惨败, 汉军几乎需要重建,面对经历过战场,拥有骑兵优势的卫军, 以步兵为主力的汉军难以打开局面。 八年时间里他进行了五次北伐,随着战局变化,他的身体也被拖垮。 公元二三四年的春天,这也是诸葛亮人生的最后一个春天, 他已经五十四岁了,曾经的故人一一飘灵, 最后一位名将赵云在五年前已经去世, 冰少降寡的北伐之路也到了无力回天的尽头。 这一年的八月,诸葛亮向众人交代了自己的后事, 七星灯在五丈园上熄灭,秋风带走了这片荒原上的阴魂。 三岁丧母,八岁成姑,十七岁隐居带洞, 二十七岁出山献策,四十三岁接受托姑,五十四岁魂归天地, 半生修身其家,半生至国平天下。 孔明走完了自己虽千万人无往矣的一生, 即使往事已过千年,孔明鞠躬尽瘁, 死而后矣的一生依旧激荡着每个中国人的灵魂。